选战倒数计时 国民党全力催票 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明天上午将来到县议会 与蓝阳青年进行座谈 倾听青年朋友的声音 并陪同立委候选人黄春廷在宜兰市车队扫街 1月4号后天由韩国瑜和谢龙界接力助政 当天下午4点半会在西北竞选总部盛大造势 向支持者肯托集中选票 跳投国民党下架民进党 前大道到时的阶段 我们党中央有全力向您动员 希望能够充斥一个更好的成绩 赢得最后的胜选 当然我们在整个进程过程中 对于青年的选票我们特别的重视 所以我们的副总统 候选人赵绍康 他明天早上10点会到我们的议会来 跟我们青年朋友做面对面的沟通 当然在后天下午4点半 请韩国瑜以及我们的谢龙这瓶嘴 来跟各位做互动 希望能够在他们两个很有力的争取之下 能够争取更多的选票 明天就是竞选起跑日 媒体或任何单位及个人都不得再公布 报导任何选举民调 直至大选投票时间截止 国民党也敢在民调封关前 公布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112年度12月份实施议题民意调查 显示黄振廷民调仍暂时领先陈俊宇 目前我们宜兰立委的参计黄振廷每一次民调可以显示都是暂时领先 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参民继续把我们的支持 我相信黄振廷认真打扮不谈不出 一定会来替我们宜兰好好打扮 选战进入最后关键时刻 各阵营不敢松懈持续冲刺 拼战到最后一刻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